我们这些学校是在一个山区里面的 守住库处 这地方大部分的餐民都非常的贫困 留守儿童非常多 我们学校小学大概有180个学生 将近150个学生都是留守儿童 我们有一个叫黄庭的小孩 他的家庭非常特殊 他很早的时候 他的爸爸妈妈都出事了 爸爸出事了 妈妈也离家出走了 生下了一个哥哥和他一个年纪 近80岁的老奶了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家庭的时候 我内心感到很难过 我叫王林 今年九岁 我不想再有一个爸爸 因为我想靠我自己保护我自己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特警 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 所以我想用另外一种身份 保护自己和大家 可能有自身环境造成的吧 因为他从小失去了父母 独立性比较强 学校的各项工作 他都会抢着做 他就是一个看事能做事的孩子 就是老师做什么事 他很会领会到老师的意图 搬离到打扫卫生 还有倒垃圾 帮老师检查作业 都是我和术业老师 给如根老师的小帮手 每年他都会凭上了 三好学生和模范学生 我今天洗上去 我得六年级 我爸爸去世了 我和我妈妈跑了 我想我爸爸 因为他想要陪我玩 我具有的意想中是 爸爸高的瘦瘦的 因为我想爸爸的时候 我就看着他的照片 我说心一的 有谁心二的 找五个朋友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姐姐 姐姐听我 上前还我 想上女朋友他 他就没有道理 不用高尊 我当时 我跟我们女朋友说的 女朋友保护我 我梦想就是 坚持 解智 不然他 女朋友说 相信你 你可以做得到的 他虽然 好像说是智力有问题 但是其实我日程观察他 好像并不比别人很笨 别人框不了他 也骗不了他 就是说话也有点不利索而已 还有学习有点困难 奶奶放学回家 我见过几次 他有时候龙虎干完了 忙完了 他也到校门口 等着他的生子和生女回家 因为这个年纪八十岁的老奶奶 她没什么希望 她的希望全部记得 一个生女给生子上 记得两个孩子身上 我感觉这两个孩子是她 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如果孩子都没了 这个老奶奶估计她也会 不在了 因为记得有一次 我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说过一件事让我很感动 有一天我到大家去 我看到家门口批了很多菜 还在批 我就会说老奶奶 这菜后不用批那么多了 她说万一天 万一来一天 我吃吃了 我两个孩子该怎么办 当时 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感觉这个老奶奶的精神 老奶奶所谓的希望 全部记得到的孩子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孩子 她竟然还能想到自己出事以后 还能为孩子做点什么 所以说 这里面留守儿童 真的 太主要外面人处关心她了 我今天快报仕了 我以前是父母 我家里有娘母子的海 我来过来报到黄山看到的 可能母亲父亲的 我去看山沟 后面咋了 帮我去 帮我去 帮我去找了山沟 找了两个里面的狗 在黄山沟 这时候是 我家伯父也一直送了她 才好 你到的 我家伯父也没有死的 我上了她 家伯父的乙干 干出事 出事 家伯父就出血 没出狗的血 那里真得不争了 更早 不要争了 我死去刀 我这下 还得死 犊你干 我死去刀 最后会迟排 分开去跑 死去刀 我一死去刀 他就跑了 跑不了 文博卸死了 小姐也有死了 我真的不得了 我这天的父母 这个两个 我天前回来 我做梦 我们怎么做梦肠肚坡软的 我嘴巴 我嘴巴拿去 两个人就爬了 就滚了 让我手里 让我手里咬了 我和奶奶在一起开心 因为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她就在照顾我 她照顾我十年了 奶奶身体不好 所以我也要照顾她 这叫尊老爱幼 她养我小 我养她老 我想照顾照顾 因为我想给他们大修丁丸 到一个很暖很暖的地方去玩 然后奶奶好跟我妹妹 一起大修丁一起玩 她有耐力的工作也好 打老师也好 刮动物也好 那我耐力爸爸妈妈 她可以做我 我希望这个孩子 能够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 能够自立自强 能够健康地成长 能够把我教的知识 和学校其他老师教的知识 能够学好 将它能够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 团结就是力力量 团结就是力力量 这力量是天 这力量是钢 天还比钢还强 想着法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想着太阳 想着自由 想着新中国 发出万丈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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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